经过了5年的等待 马斯克终于在迟到一个小时之后 仅花了20分钟 就介绍完了特斯拉最新发布的Robotaxi 没有方向盘 没有踏板 没有后视镜 没有充电接口 这看上去确实非常未来感 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设计 很符合马斯克和特斯拉的风格 然而缺乏技术细节的介绍 也让市场是一片的看衰 我们期待了这么久 什么细节都没有公布 你20分钟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果然啊 第二天市场一开盘 特斯拉股价大跌10% 华尔街并没有对特斯拉的未来买账 我觉得这对投资者们非常有趣 它非常短在内容 而且非常短在内容 如果你是给投资人开的 那可能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及格 为什么华尔街不买账 但为什么特斯拉的支持者们又很兴奋 那么在跟不同背景采访对象聊天的时候 我们又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观点的冲胀 我对这场发布会感觉是 总体感觉是非常惊艳 非常的酷 很有未来的这种感觉 在两派感受完全不同的观点当中 我们再试图挖一下 这次特斯拉发布会给出的有限技术细节信息意味着什么 而未来无人驾驶市场又会引来哪些变革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硅谷101 我是陈倩 这期视频我们来快速对10月10号的特斯拉Vrobot发布会 做一个解析 从技术运营和华尔街视角来看一下 业界是如何看待特斯拉的这场重要发布会的 在我们正式聊特斯拉发布的无人驾驶和机器人之前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硅谷101科技大会在美国时间10月19号 就要在硅谷森林ville和大家见面了 其中我们邀请到了涂森的前创始人 现Bart.auto的创始人侯晓迪加入我们深度解析 无人驾驶技术和市场 另外有Google DeepMind高级研究科学家 哈佛脑机接口团队 以及人形机器人Agility投资人现场加入我们 解析巨神智能的未来 此外还有AI音乐表演和AI猪婆展 不要错过哦 我们将活动购票链接放在视频描述区和置顶评论当中 大家记得用折扣码SV101领取15%的折扣 另外我们本次大会由盛大集团赞助支持 盛大是一家私人投资控股集团 由中国网络护鱼的先锋陈天桥 以及其家人于1999年成立 盛大集团目前的投资领域包括了 基因编辑、机器人技术、亢衰老研究、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 除了直接投资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型初创公司 盛大也向74个有潜力的早期风险投资基金组合进行了投资 由42倍杰出的合伙人管理 当然盛大也会投资业绩提升潜力巨大但被低估的上市公司 如果你的团队或公司正在融资 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盛大投资的信息 可以访问集团网站www.shanda.com 那从外界的反应来看 大家对这场发布会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 惊喜与失望并存 我们先来看一下总共展示的三款产品 只有两个座位的cyber cap 能坐一车20人的robo van 还有optimus 齐天柱 人形机器人 那先来说车哈 不得不说这两款车的造型确实非常的独特 cyber cap的蝴蝶门和溜背造型我非常的喜欢 特斯拉的设计美感真的是没得说非常的未来感 外界有不少人猜测 这就是之前传说中特斯拉想推出的低价版车型model 2 但是因为model 2项目被马斯克砍掉 所以这次就直接用model 2的基础调整了一下 成为未来特斯拉robotaxi的主力车型 但是特斯拉前AI工程师余振华就认为 这就是一辆专门为robotaxi设计的车 所以model 2其实并没有在未来几年会有量产计划 那么下一步特斯拉的低成本的车 实际上并不是model 2是另外一个产品 应该是四人座 这个两人座是为robotaxi所定制的 同时有人说cyber cap外形有点像cybertruck的材料 但是我们有采访嘉宾去到发布会现场和工作人员证实了 cyber cap的材料和cybertruck是完全不同的 很大因素是成本考虑 我也跟那个就是说现场工作人员聊了 他的这个车他说他不是用cybertruck的这个材料合成的 原因是cybertruck他追求的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坚固 牢固可以非常的持久耐用 而cyber cap呢他想其实是一个理念是降低它的重量 他用了非常轻便的一个材料 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它的能耗 我们稍后再来详细说一下cybertruck它的一些经济和运营上面的账啊市场是怎么看的 但是我们首先快速再来过一下展示的另外一个无人车型 robo van robo van呢是一款无人驾驶相识车 就像是一个公路高铁的概念 前后没有车窗看不到轮子底盘呢接近贴地 能够搭载货物也能够坐20个人 但几乎我们采访的所有嘉宾都并不看好robo van啊 一是呢觉得这个车型很多L公司都已经在做了 二呢是特斯拉并没有给出任何量产的时间细节 虽然它在设计上让大家觉得还挺酷不错 但更多这还是一辆概念车 robo van给我感觉更像是一个concept 因为在自动驾驶里头这类的车其实蛮多的了 它其实没有量产时间 当时呢 robo那个cybertruck出了大概20个 那么这个robo van呢这出了可能一辆还是几辆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量产的一个车型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会变化 因为这个robo van我说实话 它不像cybercap那么的前瞻性的 所以我认为到最后会不一样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呢外界认为特斯拉展示如果van 更多的只是来展现公司对未来城市布局的一个准备 另外呢对于这两款无人驾驶车型 除了都没有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之外 为了应对全无人的场景 特斯拉的车辆倾件问题也交给了机械臂 而充电问题则是取消了充电接口采用了无线充电 其实取消充电接口这事早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2023年的特斯拉开发者日上 介绍供电的时候 Keynote的一张图是引发了大家的猜想 特斯拉Model S车底是一块板 而墙上的这个充电桩看上去并没有被使用 那么这是让大家纷纷猜测特斯拉会采用无线充电 那就在今年的9月 特斯拉就被爆出了申请无线充电的专利技术 而且已经在cybertruck上面搭载了 另外呢对于马斯克的分享缺少细节 但是直接拿了20辆cybercap 来直接给参会人体验这个决定呢 外界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有批评的声音就认为说 现场路线太容易了 也没有啥复杂的情况 并不能证明 特斯拉就已经能够具备无人驾驶的技术能力了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 就包括我们采访的这个现场参会者 对这场发布会的形式是非常兴奋的 对我们说整个的体验感受都非常好 因为呢你乘坐无人驾驶的体验 你看到机器人在你旁边跟你互动 那虽然路线是比较简单的路线 机器人呢也可能是有人远程操控 但是参会者们认为 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未来的具象化 这部分呢 我觉得理论上 其实真的不是它这一部分demo的一个重点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这个FSD我天天在用的一个场景中 它这个不太是问题 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路段 它也不是问题 所以这一次这个活动 我感觉CyberCab还是让人体验这个未来 其实大家在屏幕前面看到的 和我们现场体验到的 其实相差还是蛮多的 你现场的感觉真的能够把你带录到一个 未来的一个世界中 就是当机器和人生活在同一个维度 无论是它的自动驾驶的CyberCab RoboVan Optimus也好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和机器人共存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然后这些机器怎么来服务我们人 这个我觉得是让现场的我们能够深刻的体验到 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 如果是像2019年那样 就是整个团队是为了这固定路线 花一个月时间把它调好的话 那我觉得是 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失败 甚至是cheating的这样一个demo 但是这一次我就说了 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 整个团队放下手边的工作 只是为了这个固定路线而把它运好 所以说那个在昨天的现场跑的FSD 和我们现在手里面的FSD 我觉得差别非常非常小 可能就是数据训练的时候多一些那里的数据 在一个20辆这种新车的情况之下 它能敢去让说没有任何人监管 去让大家去任意去试乘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敬艳的 这个不管是新车的制造 它的这个质量 以及它对它的方案里头 这个就是点到点运输的这个自信度 这些我觉得还是非常的impressive 那根据马斯克的说法 CyberCab会在2027年前 量产 不如它也自嘲说自己从事的时间比较乐观 在CyberCab量产之前 特斯拉会先采用目前已经有的 Model 3和Model Y在美国获得监管机构的许可之后 实现无监督的完全自动驾驶 然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推进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针对几个技术的细节问题 来看一下特斯拉的选择 从目前特斯拉展示的车型来看 马斯克依然是选择了纯视觉加端到端的方案 并没有额外加上激光雷达来作为安全荣誉 那么有关纯视觉和端到端的技术问题与争议呢 我们在之前的自动驾驶这期视频当中 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去看一看 马斯克一直强调自动驾驶会比人类驾驶安全数十倍 然而保证乘客安全的 仅仅就只有摄像头和AI算法了 那么在发布会之前呢 我们和自动驾驶从业者们聊过 他们担心特斯拉目前已有的车型 还存在着一些视觉盲区 如果特斯拉要坐到L4的Robotaxi 会怎么去应对安全上更严格的标准呢 那我们先从硬件上来看啊 在发布会现场有人就发现 CyberCab的传感器布置 和大家手里面的Model 3还有Model Y不太一样 前方呢它多了一个摄像头 CyberCab上它好像在前LicensePlay的附近上 好像加了一个Cover 那么这个可能是它Sensor Setup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个Cybertruck就已经在 刚才居民说的位置上已经加了一个摄像头了 这也是为什么Cybertruck的FSD 它多花了一些时间 它因为它传感器的位置已经不太一致了 当然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 就是传感器位置的不同 并不会让FSD重新训练 或者说重新开发带来多大的问题 当然确实是有些车型可能就是因为传感器位置的原因 就会导致它出现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因为我期待他们可能已经figure out这个问题了 但是他并没有说 就说明他们可能还在试验 还在调整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增加一个摄像头能否利于特斯拉Robotex的表现 我们目前还无从夺知 但是对于特斯拉依然没有采取激光雷达的方式 许宁就认为这其中可能会缺少冗余的解决方案 其实从车的话来看的话 其实会很强调一个概念叫功能安全 功能安全核心的角度在强调两个点 一个是Redundancy 一个是Diversity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一个车一定要有些冗余的方案 在这个冗余的方案情况之下 如果两个方案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它可能犯的错误是一致的 其实为什么之前L4其实很主张这个激光雷达 其实它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 Redundancy和Diversity的这种更多的可能性在里头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说 大家可能说一定走一条路 走到死到死 我觉得可能Tesla会有自己不同的方案去做这个事情 而到了算法上 在于真华看来 特斯拉最近几个月FSD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这样的速度 特斯拉在两年之内 在部分城市推出有人远程监管的无人驾驶 是完全有希望的 但是他也强调说 这只是比较理想的预期 如果近两年之内 FSD的进步不足以支撑 Robotaxi大范围的铺开 那么Cybercap再次跳票 也不是没有可能 9月份的这次进展非常非常大 他愿意开这个发布会是由于FSD进展 那么这个车什么时候真正量产 真正量产 我觉得他还是要看FSD进展 如果FSD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没有必要去量产这么一辆车 我这次报名了 特斯拉在硅谷跑老头市门店组织的发布会 直播活动 那么在活动开始之前 是提供给了我们所有人试驾了 FSD在Model X上面最新的V12.5.4的版本 那我们在短短30分钟的体验当中 能够感受到FSD的持续进步 但是和上次我们的体验一样 还是会出现一些小插曲 什么情况 他地图上直着走的 但他刚才他要往右转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不按地图路线走 要到目的地突然右拐 在stop sign的时候 不让行人 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地形 比如说需要U-turn掉头的时候 还是无法像人类司机一样顺滑 以及能开到停车场之后 整个车就变傻了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感觉 FSD虽然一直在进步 但是距离真正的 完全无人监管的L4 甚至L5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而这段距离意味着 不同州和城市的测试 牌照监管 这中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 华尔街无法在现有信息的情况下 去买账特斯拉的robotaxi为来 同样的取消方向盘和踏板 这个非常激进的举措 最终是否能够落地 依然存在比较多的不确定性 主要问题就在于法律监管了 不只是说它这个方向盘 到那个两侧的后视镜 也都完全去掉了 这个其实对于自动驾驶来讲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你从政策法规来看的话 那么如果想去掉 其实是需要走官方的特许的 比如说我们唯一看到的一个case的话 比如说像Neuro这种做货运车 他们是申请过额外的exception 但所有其他的车 包括被谋的车 都是一个常规的形态 所以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 Cybercap能否大规模地铺开 依然是未知数 其实不光是特斯拉 老牌的L4公司Cruise 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的Origin汽车 推进的也非常的不顺利 那么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通用集团以监管风险为由 是做出了无限期的暂停推进Origin的决定 所以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这次发布会只是展示特斯拉的愿景 那么最终生产的Cybercap 依然存在更改设计的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把那个 就是你方向盘不加回来 搞不好把一个刹车加出来了 这都有可能的 就是它最后会通过它的技术的 这个眼睛的情况 在和监管的这个沟通 我觉得它会有变化 那么除了法律风险之外 不少无人驾驶公司 面对的另外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在于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那么特斯拉入局Robotaxi 能否解决这一难题呢 我们在自动驾驶那期视频里面就提到过 无人驾驶公司的资金支出 主要分为四款 车辆成本 数据成本 算力成本 以及人力成本 高昂的成本 导致车队难以规模化铺开 进而缺乏完善的盈利模式 那么这些问题 特斯拉将如何解决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车辆成本 那么在发布会上 马斯克宣布 Cyber Cap最终的售价 可能会低于3万美元 作为对比 早在2018年的时候 德国工程师就称 Model 3的制造成本 是在2.8万美元的样子 Cyber Cap相比起 Model 3是增加了一个摄像头 但是尺寸更小了 起掉了方向盘踏百 还有后视镜 作为也少了两个 如果不算研发 还有软件成本的话 确实有可能会做到 低于3万美元的售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也许是基于Model 3 类似于底盘的方案 那么上面一体层形 是不是接见了很多 Cybertruck本身的一些 现有的重新方案 但是可能从数据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本次差别 在3万上加了 但是呢 特斯拉的前采格总监 就对我们说 他认为很酷的那个胡莲门 在最后量产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被换掉 因为这个门呢 价格又贵 维修率又高 那么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要到时候再看一下 是否会有变化 此外 CyberCab能够将车辆成本降到如此跌的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 他不需要像大部分 EOS公司那样在别的车型上去做改装和适配 也没有采用昂贵的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 那马斯克非常聪明的一点是 他将车辆的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和Waymo或Cruise 百度这类robotaxi企业相比呢 特斯拉只会持有少量的CyberCab 那么更多的是利用消费者闲置在家的车辆去组成车队 如此以来确实是降低了不少车辆的支出 而马斯克给车主换的饼 是虽然消费者买了车 但是因为车很便宜 所以你可以买20辆30辆来组成一个车队 去给你挣钱 那么这个经济账就完全不一样了 特斯拉另外的一个优势就是数据成本了 由于特斯拉出货量比较大 那么路上跑的车都可以为特斯拉去收集数据 此外再来说一下算力成本 近年7月特斯拉是揭露了下一代车载计算平台 将采用AI5芯片 单车算力会达到3000-5000tops 马斯克在发布会上就特地的介绍 由于汽车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状态 那么未来是可以利用闲置特斯拉汽车上的计算芯片 来组成一张大型的分布式计算网络的 那么这个计算网络并不是用来给行驶在路上的汽车 去提供计算 而是用于大模型的训练 当然作为特斯拉的车主 未来也可以通过提供闲置算力来获取收益 至于人力成本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提到 端到端的方案不再需要庞大的工程师来编写规则 因此研发人员的成本也将大幅度缩减 所以你看既能通过卖车赚钱 还能跑出租车赚钱 甚至算力还可以照车主去共享 这听上去简直是太美妙的一张饼了 对吧 但是不少投资人也对数字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 在发布会上 马斯克宣称CyberCap的每定理运营成本仅为20美分 而RoboVan甚至可以低到5到10美分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公司需要解释 我们不怀疑它在这块是有成本优势的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来推算这个数字 是不是make sense 如果它只能做到 那这肯定是个大的利好 我觉得这个计算成本还是有分歧的 与不同的分译师 有不同的分译师 这里面有很多假设 它比现有的L4公司的成本低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首先我们传感器的话 它简单 激光雷达它是有维护成本的 有遮旧成本 然后还有它的车 它不是量产车 特斯拉是量产车 车型的小车型 还有技术上比如说没有高晶地图等等 0.2美金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长期的projection 不可能说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价格 它也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很长期达到一定规模 对于Cybercap的运营成本 目前有太多太多模糊的地方 根据嘉宾的猜测来看 目前也只能当做特斯拉的一个长期规划了 放在习惯了说大话的马斯克身上 什么时候落地呢 依然是个微枝数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克画的这张饼确实很香 如果特斯拉真的能够跑通这条路线 那么对于现有的无人驾驶市场来说 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之前为什么大家这么看好特斯拉 而不看好Vimo 其实这就是你当然说是一个状态 特斯拉的能把成本降下来能挣钱 Vimo这个是一直在往里亏钱的 这不sustainable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之前 我觉得在投在市场上 这个认知已经是有的 那这个边际变化有多大 那就要看后面的这个数字落地了 那从发布会之后的第二天 特斯拉股价下跌10%来看 显然大家对马斯克的故事呢 还不够买账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最后呢 我们来聊一下资本市场的看法 华尔街失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这次特斯拉公布的细节 实在是太少了 对于华尔街来说 更加希望看到的是 清晰的Robotaxi发展路线 表现更好的FSD算法 一辆价格更低的车型 但是呢 这些通通都没有 不免呢 让市场怀疑 特斯拉是否存在增长空间 你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整个这个event 这个发布会 其实是令人失望的 那失望的点主要就是 大家所期待的细节并没有 当没有细节的时候 那你怎么给这个公司定价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反应 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情绪 你从不同的买方卖方也好 大家基本上结论也都是一样的 那FSD算法作为 特斯拉Robotaxi的灵活 在发布会上 没有提到任何技术进展 也是另外一个让人十分失望的点 在机构投资人布鲁斯看来 缺失了FSD的信息之后 市场就只能将特斯拉 继续看作是一个卖车的企业 在无人驾驶 无人经济这块里面 它是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infrastructure 伴随了A来 就是你的FSD 要承受你的无人驾驶车 你的Robotaxi 包括你后面的人型机器人 这一系列 那我们就是在这点 你不相信这个故事 实际上那你就是一个汽车公司 但是在当前汽车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的环境下 特斯拉的销量似乎在失去优势 根据特斯拉发布的 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来看 净利润同比是下滑到45% 产量和交付量相比 一年前分别下降了4.76%和14% 其实大家诟病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新的产品出来 对吧 一直还在卖Model 3 Model Y 老产品 而且它都是相对在高端的 就在这一块市场上 它基本上能吃到的都吃到了 能够再有再想维持 Elon Musk讲的 每年50%增长难度很大很大 它必须需要去开拓下沉市场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有 Model 2的需求 但是它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细节说 我这个Model 2是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那你明年的预期是怎么算 没有Model 2 可以很确定的讲 你的这个EPS是给不上去的 你的这个Profit Margin也是给不上去的 那与之相对的 在特斯拉发布会之后 打车平台 Uber却已经无奈了股价大涨 可能市场也意识到 特斯拉没有那么快 能够拿下出租车的市场份额 从技术上来看 FSD的技术 是否已经承受到 能够让特斯拉为事故担责 尚不明朗 而企业能否担责是L4与L2 最大的差距 说实话 我觉得它的这个FSD这个story sell了这么多年 但其实一直没有完全的落地 就真正跨越到去用OEM 或者他们主机场来去承担责任 这一步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这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挑战的 而从法律角度上面来看 自动驾驶公司想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车辆 就必须要申请测试牌照 那申请牌照得先跑出足够多的数据 证明车辆的安全性 同时由于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相同 特斯拉想要获得牌照 就必须每个州单独申请 那么这又将拖慢整体的进度 你至少你能像Waymo这种对吧 你在这个州你能有支持的 你做这个Testing 你得到这个Regulation的Approval 这些细节你要Deliver出来让大家看到 而不是就是简单的说 明年我们Texas和California就可以有了 我倒不是说它在撒谎或吹牛皮 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要一点一点落地 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去把它去分析清楚 那么之前Cruise被掉下牌照的案例 也说明了这条路有多难走 同时作为需要由公司去承担责任的L4公司 摆在特斯拉面前的还有事故责任风险 但Tesla在现有的已经是一个几千亿 甚至接近万亿级别的公司的时候 它的RB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因为在美国其实诉讼的风险是很高的 一旦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案例连续出现之后 可能会对它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 但这个就纯粹不是说技术的角度来去衡量 正是因为L4的赛道充满风险 加上本次发布会的马斯克披露的信息太少 所以特斯拉在打破这些质疑之前 依然是存在着股价承压的风险的 特斯拉经常有这么一个pattern 大家叫sell the news 当这个东西真的公布了之后 大家发现 因为伊朗马斯克一直都是这样子 可能老股东也都习惯了 都是这叫什么over promise under delivery 但是它又很厉害 最终总是还能给你deliver 到这个点上 后面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其实又可以问一问自己 后面还能支撑它的故事是什么 我觉得FSD一定要 要有某种形式上的 要有出现一个爆发 你现在是每个月收100块钱到底有多少人用 你相对的安全指数是什么 这些都是很模糊的概念 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是这些 这些就是投资人怕uncertainty 这些都是uncertainty 那接下来看确实也看不到 因为这个大家在怎么后面的 Tesla的这个利好的消息 或者一般的会是什么 现在可能暂时就出现一个真空期 出现一个真空期 那短期内我觉得股票是会受影响的 总而来说 特斯拉未来的robot taxi之路 依然是不满荆棘 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市场不看好特斯拉的故事 但是很多人包括参会者们认为说 特斯拉无论是通过FSD的推广 还是通过现场演示 都更加的具象的给人们勾勒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场景 如果无人驾驶真的遍布城市 不仅可以解决交通拥堵 减少事故 还能够将大片停车场归还为居民的公园 这才应该是科技发展最终的愿景 那么就像马斯克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 Money quote 金句 The future should look like the future 那么这是马斯克和特斯拉在设计 还有在未来布局上的理念 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上 还有很多的挑战与未知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的留言 点赞 还有转发 是指出我们硅谷101 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Bye Bye